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库尔斯克和红军城现在的情况 库尔斯克是由两辆俄军的BTR装甲车 打爆了19辆的乌军车队 这是8月17号说一次战斗 然后现在这个战斗被俄国媒体给公布了 是810海军陆战队旅刚进入库尔斯克 只有仅仅两辆BTR的车辆 就是一个小组 摧毁了19辆的北约车队 创造一个奇迹 然后俄媒现在才爆 是8月17日 这都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 整个的战斗是12分钟 俄军把这个战斗整个过程给公布了 然后展现了一个 说俄军现在是疑当时 对吧 这个BTR的机组阻止乌军装甲车队推进 他们的任务是阻击 看来是 海军陆战队发声明是这么说的 说看到我们的BTR 迭人恶梦才刚开始 视频比较长 是两段 第一段视频是乌军刚进村 立刻遭遇伏击 库尔斯科大致上是俄军是防守 阻击 那么乌军进村以后 第二段视频是其他车辆 冲入了伏击圈以后 交战当中两辆BTR 直接摧毁乌军8辆战车 当时当场就摧毁8辆 其他的车辆被下主 然后被迫跑 往回跑 但是随后 被俄军增援部队直接消灭 说白了 就是个打阻击战 然后直接战果就是先消灭8辆车 后续跑了之后 被其他的部队消灭 镜头中看到 俄军无人机提前发现了 乌军总共有19辆装甲车 组成的一个纵队 正在高速推进 那就说 俄军的无人机部队 先发现了对方的整个的情况 无人机非常重要 现在看 普京也已经讲了 无人机现在已经改变态势了 以前需要航空兵 飞机飞行员操作的任务 现在就直接由无人机手去 咱们讲 步兵插上翅膀了 俄军两辆BTR82A 在巧妙利用两个盆 盆道埋伏 什么叫盆道 实际就是一个火力交叉 一左一右 构成交叉火力 乌军经过的时候 就直接开火 交叉火力 打散整个乌军纵队 19辆车 那就是前8辆车 直接给干了 实际就是火力交叉 打进埋伏圈的前8辆车 乌军纵队 由19辆车组成 其中12辆是进入定基点 已经进入定基点 前面的12辆进包一圈了 被俄军打得运头转向 不知道袭击是从哪来 也没有形成有效反击 说白打懵了 交火当中的8辆车 乌军为什么没有配无人机 或者乌军的无人机 可能是跟库尔斯克 已经在俄境内了 所以乌坎的无人机 可能这个行动有问题 交火中8辆车 直接被撤毁 另外4辆车 继续能够行驶 但是随后又被俄军的增援车辆 直接给尬了 有5辆车 在到达主干道之前 在田间小路上就掉头往回跑 接触战打响之后 两辆乌军车辆试图破袭 俄军突袭 埋伏 但是没有成功 然后直接被摧毁 泽连斯基现在用了最强的乌军的82空突旅 打在这场战 你现在看 这个82空突旅 其实北约装备也白给 面对伏击也白给 所以看无人机这种态势感知能力 现在对于打伏击都是多么重要 乌军损失非常惨重 现在画面爆了 乌军的装甲车轮胎被打爆 内部人员伤亡惨重等等 这些画面都说了 整个战报里边说 该战斗美智汉马装甲车 加拿大的罗歇尔参议员装甲车 美智的美洲豹重型装甲车 都被毁了 一辆美洲豹 斯特赖特驻鸣车 还有两辆装甲车 加拿大装甲车 成为海军书兰队的战力品 就说被缴获了 估计是把轮胎打爆了 剩余的除了乌军战斗力堪忧以外 俄媒还表扬这支小队 俄军小队的勇敢 海军乱队 咱们讲他就是被包围的 所以他不勇敢 不能要这些人 两辆BTR截杀19辆北约车队 一般指挥官是不会下军命令的 这需要指挥官有非凡勇气 就是誓死如归 如果乌军只观稍微正常一点 他也就是在第一辆受损的时候 就立刻展开反击 其他车辆赶紧跑 损失一两辆车足迹 但是现在看 他认为这个完全是太有优势 所以他也冒险了 一个冒险一个冒险 俩都冒险 但是俄军冒险 显然能力更强 俄军主要还是有什么 还是有太势感知 无人机太势感知 两辆车互为机脚 然后向不同方向开火 相互掩护 然后主要是掩护各自的侧后 其实打仗就这样 为什么乌军晕头转向 他兵力多 但是他晕头转向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个方向 这是最害怕的 所以一旦你的侧后方突然遭到攻击 你第一时间不是要打 是要跑 这就乱了 互相把自己的侧翼掩护了 隐蔽位置也很好 据说乌方来的时候 他看不到俄军的位置 实际等于一个掩护 攻击位置是个开阔地 乌军进入一个开阔地 而他自己正好是有一个掩护角度 可以直接攻击乌军装甲车 侧后方 这是条直道 那就是说我是在他侧后方 直接 侧后方直接攻击他这个侧翼 而你对这个侧翼 其实本身保护就不够 他就不担心乌军在高速行驶时候 他向他的后方射击 没有人向后方射击 所以这乌军侧后一旦被攻击 他立刻就慌了 再加上俄军射手 射击又精确 乌军的多辆车辆第一时间就被干停了 这个就是让他如果不干停 那就麻烦了 失去了向后射击能力 又干停了 你看这没法组织 赶紧下手跑 只有这一个方法 这说明什么 说明俄军 咱们讲俄军的波木托 或者这个BRT 他的火力 弹丸的直径要比北约的要大 大很多 所以他直接打透城墙 楼房的砖 就说明他这个火力非常 火力强还是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上重型武装直升机 未来我们这个装甲火力也要上 也要提高 第一时间如果能打爆的 或者打停的 对于你来说绝对重要 现在这个俄乌战场已经再次证明了 那乌军后续车辆反应也是比较无能 你看他车辆情况很多 后续车辆前队遭袭击 本身应该注意侦察嘛 前队遭袭击 你都不注意前队已经遭袭击 立刻后队应该分散队形 对吧 警戒 你还是一字排开 还在这个高速上狂奔 来往这个福气间送死 那可能他怀疑什么 他怀疑这个 我们抓住敌人了是吧 我们赶快去冲进去帮助自己队友去抓敌人 可能想这个 但是没想到什么 估计他也没想到这个侧后方是有俄军两辆车 已经在攻击了 这个实际就是态势感 后续车辆 居然没有发现 这也是问题 他应该立刻散开 成这个品质 或者是这个 散开队形 不要在一字队形冲进去了 一字队形 实际最容易被人接击的 这个路就被堵了 后续车辆 只要打尾部 后续前面车辆就跑不了 一辆跑不了 现在看这个现实 告诉大家 一个是火力 对吧 俄军就占这个火力 他弹文粗 还有就是什么 还有就是他这个实际点 打伏击 这就是打伏击 810海英路安队旅 这应该就是俄军 这个最精锐部队了 普京在克里米宫 给他们旅长 请到克里米宫 挨个敬酒 可能这些部队 你还为什么这么有 因为这些旅长 应该是 每个人都接到了死命令